據報華府今週會警告 美國企業在本港營商風險增加 中方反對美國干涉內政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指 華府將會提醒美國企業 在香港營商時 儲存在本港的數據 有機會被北京政府獲取 美國企業也有機會 被內地上個月通過的 反外國制裁法處罰 報導指 拜登政府在警告之中 可能會提及《蘋果日報》關閉的事 亦有機會就香港議題 對中方官員實施更多制裁 消息由指白公正去考慮 允許可能面臨政治迫害的香港公民 在簽證到期之後留在美國 另外報道又提到 華府最快今日稍後 更新針對新疆強迫勞動的行政命令 包括要求美國企業保證供應鏈 不涉及新疆的強迫勞動 否則面臨法律風險